你这坠绪 来这里做事 要 可否允许信息 回家几日照顾丁川 回家几日 府里的活谁来干 那些夜壶谁来洗 想那别想 说得在理 那个老东西 见骨头一把 早死早超生 就是 你 你什么你 你个狗东西 还来脾气了 行了 莫为这个小杂种生气 小小坠绪 狗一样的东西 莫为了他呀 才气坏了身子 不知道 娘亲说得是 走 三年的记忆全失 中毒严重 爹为了让我活命 只能让我入坠除家 姑娘 你没事吧 刀头子 姑娘 你 这中毒 中毒了 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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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帅 在北王庭跟大漠圣庭 都已剿灭 青柳大厦边境 其罪当诛 今日起 其不一定 大厦再无外患 众将士听令 走歌 恩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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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将士 安息吧 大厦不会忘记你们 富贵不还乡 如锦衣也行 要是爹知道 我是大厦龙帅 指不定高兴成什么样 给我滚出来 不愧是龙帅大人 竟然发现了我的踪迹 谁派你来的 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有人不想龙帅大人 活着回去 不愧是龙帅大人 恩宣 恩宣 你醒了 恩宣 你醒了 恩宣 昨日我不是有意的 我也为你请了郎中 可是 郎中说你不能移动 否则会以毒攻心 导致死亡 无妨 小女子擒兵 恩宫 可否告知性命 林峰 恩宫家在何处 我送你回去吧 无妨 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那好 天色渐晚 我也该回去了 恩宫保重 这一定是蛇毒的原因 以毒攻毒 打通了经脉 记忆也恢复了 我是当下龙帅 与天子共治江山 三年前 我命了那塞北窝奴 凯旋回朝 却只是我离奇失忆 入坠楚家 杀手必然与朝廷 脱不了干系 我已留下龙帅之意 部下必定清几儿 你是要气死你爹爹不成 爹 女儿已经有了义中人 而且 还有了夫妻之事 女儿非他不嫁 夫妻之事 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娘吗 你气死我了你 你说 那个人是谁 他叫林峰 好 那你就把你那个义中人 带到我面前来 让我亲眼看看 林峰 你爹现在病情如何呀 好多了 应该再有一副药 就能够痊愈了 那就最好不过了 走来 李叔 林峰 城中有消息传出来 说是楚家 要花大家钱 捉拿你回去 万事要小心哪 知道了 李叔 小杂种 身为赘婿 胆敢擅自逃离主家 来呀 把这小杂种给我拿下 林峰 我乃朝廷命官 你先宪令 你要是敢动手 我就把你家那个老东西 掉在城门之上 让他死无前世 别说你一个宪令 就算皇帝来了 也不敢 对我这样说话 好大的口气呀 来呀 把那个老东西 给我带上来 是 爹 那狗狂 得罪了楚家 楚小姐有命 让你求生 求死不能 出青城 放肆 小姐的 找死 来呀 给我打 给我往死里打 昏儿 你快走啊 不用怪我 给我拦住 小杂种 出青城 我爹呢 那个老家伙 死了 现在在乱葬岗 喂野狗呢 我要你们死 小杂种 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嘴硬 我让你嘴硬 我让你嘴硬 夫人 小姐 都城秦家小姐当门 说是要见林峰 什么 秦家小姐 他来这里干什么 该不会是这小子 得罪了秦家吧 若真如此 他可把我们 楚家害惨了 京城秦小姐到 见过秦小姐 林峰 大夫 林峰情况如何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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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情况 明明受伤严重 此刻气血去无比凶混 秦小姐 秦小姐 你放安心 应该休息一下 就会醒来 多谢大夫 林峰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你醒了 你醒了 让你担心了 你送开手 龙尉 循迹 循迹而来 拜见龙帅 爹 海尔戎马一生 杀尽敌寇 却没能让你享福 却让你被那狗冠奸臣所害 海尔向你发誓 必为你报仇 龙尉 听令 是 今夜 我要宋家楚家 血流成河 敦龙率令 敦龙率令 林峰 兵犯大下律法 当猪九族 猪九族 八年前 我率领龙尉北上 他的血国狼气 丢亏气甲 五年前 南下蛮夷之地 清扫无数益族 护卫我大下河山 而你 不曾见过满山白骨 不曾流过半滴鲜血 居然还敢示威素餐 残害百姓 尸乃蛛虫 龙尉 大方七星云飞扬 你是龙尉统帅 林飞扬 太郎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下官一身糊涂 下官一身糊涂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林峰 林峰 你胆敢杀我 我的女儿 不会放过你 树青城 水 河山 也该死 太郎 将这二人尸体 扔去乱葬岗 是 还有 楚清城呢 李卢帅 属下派人前往楚家市 楚清城已经逃走了 想逃 传我命令 让龙卫 全程搜查楚清城 我觉得 这件事不简单 遵命 爹 您可以安息了 林芳 你假扮我一种人的事情 待会儿我爹来了 你千万不能露馅 那是自然 爹 小子 你跟我女儿是怎么认识的 我不想知道 如果你想娶她的话 必须得先过我这一关 伯父但说无妨 是否读过书 身上是否有功名 家事又几何啊 圣人学说略知一二 功名道无 身家 不曾三伯 这种条件嘛 倒还差强人意 秦叔叔 李公子 秦叔叔 来来来来来 你可不要被这小子骗了 我派人调查过了 林芳 乃是军营逃犯 你腿子出身 父母双亡 这种人 怎么能配得上我们家冰妹妹 冰儿 以公子所言 是否是事实啊 爹 我 小子 差点让你蒙骗过去 来人啊 给我哄走 慢着 宰相曾说 不以出身论影响 难道伯父 想做目光短且直 哼 你这废物 答案与宰相大人相提并论呢 不错 宰相大人虽然 出身平和 但却锐意敬许啊 得到了大夏龙帅的赏识 平步青云 是注定要成为 刘芳千古的人物啊 你拿什么跟他比 宰相确实不错 不过 我还在他之上 你放肆 胆敢辱骂宰相大人 冰儿 这就是你的义中人 蛮口大话 不懂尊卑 你要是跟了他 我们 我们家 中秋有一天会被他拖进无底深渊的 可不是 爹 不是这样的 林峰他不是这样的人 清兵妹妹 你又何必为了你腿子狡辩呢 秦叔叔 送您的礼物 上等的何天愈 价值千金啊 李公子有情了 我不会像某些人 不会是空手而来吧 我也备了一份博礼 石头 他居然送你一块破石头 也对啊 像这种泥腿子出身 只被和乞丐一起混吃当死 他怎么可能买得起贵重礼物 李公子 李公子 刺言诧异 这可不是一般的石头 丫鬟 汽水来 拿着石头 龙影玉 怎么可能 传手中龙影玉乃是天赐之物 只要放入水中 就会有龙影浮现 天底下只有两块 全在大侠龙帅手中 它怎么会有 你 林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朋友送的 哪个朋友会送你如此贵重之物 你快如是招来 从何脱道而来 你是得罪了龙帅大人 我们都得死无葬身之地 放心 这龙影玉绝无问题 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 你一个泥腿的出身 你拿什么保证 秦老爷 赶紧报关吧 把他抓起来 报 报关 报关 慢着 不妨先看看这个 又偷了什么东西我看看 别走 我说话 岂有你造死的份 你敢打我 你找死 不要在这里给我走 别管 把李公子送走 李公子 去看 你等着 快走 我李章不是好惹的 冰儿 贤婿 既然你们真心相爱 那爹爹我就成全你们 找个黄道吉日 不 今天就是个好日子 把婚约定下来 不行爹 过几天有个师会 我想等过完师会再说 师会 那好 那爹爹就成全你 吃不一吃啊 林芳 昨日你跟我父亲都说了什么呀 岳父说 觉得我们可能是良配吧 你胡说 林芳 你不会诗词 今日诗会 你在旁边看着就好 莫要多言 好 慢着 你这废物你腿子 有什么资格来师会 你什么意思啊 师会 乃是我等交流 诗词歌赋的高举之力 像他大字都不是一个 没有资格来这 李公子说得对 这样的废物 就该过人出去 李师会有 难道你们出门 只带了嘴 没带脑子吗 放肆 李公子 何必跟他这个废物置起 说得对 赶紧滚吧 文芳 要不我们回去吧 若我能做出诗呢 可笑 就凭你还有资格做诗 你若能做出诗来 我这脑袋 给你砍下来当夜壶去 好 若我能做出诗 你就跪下 给我磕三个头 好 我要是赢了 你给我磕头 好 今日的如临师会 由本夫子来主持 李公子 刚才我听到 是谁人在大声喧哗 夫子有所不知 这泥腿在大字都不识一个 妄称自己会做诗 学生气不过呀 与之理论了几句 不曾想扰乱了大会 夫子见谅 李公子此言诧异 你分明是在维持会场的秩序 何罪之友啊 倒是秦家小姐 是否应该好生管教自己的下人 以免坏了规矩 毕竟这里是诗会 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的 不明事理 随意抨击他人 夫子 你读的是什么狗屁文哲 说什么 老夫虽不敢称博学 但也是熟读四数五经 在这都城之内 谁不称一生夫子 你却侮辱老夫 你诗为取死之道 且慢 夫子 这泥腿子与学生有赌约在呢 罢了 诸位学子 今日的诗会 就以山水为题 副诗一首 时辰为一炷香 童儿上香 作题开始 林峰 你不是会做什么 时辰到 各位学子 若是已完成了自己的诗作 便可大声诵读出来 夫子 我先来 好 就由李红李公子先来 山外青山雨出情 半亩红堂泛心泥 林中桃花泪轻落 不知何人负身情 哎呀 不错 不错呀 此作上家 上家 你笑什么 林峰 你的诗作呢 哼 听我听好了 单车欲问边 蜀国故居言 征鹏出汗赛 归宴入无天 这就是你做的诗 什么狗屁 不急 还有四句 不急 还有四句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萧官冯侯记 都护在烟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如此精妙 老夫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好的诗啊 绝句啊 夫子 夫子 还请宣布比赛结果吧 本届师会 林峰 抄袭他人诗作 成绩取消 所以最终的获胜者呢 是李红 李公子 夫子 你这是在故意偏袒 你要再胡说八道的话 便请滚出回场 李峰 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吧 给我跪下来 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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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住口 都给我住口 沈大家 诗会本是诗词交流 以诗会友 却被你们弄得乌烟瘴气 沈大家有所不知啊 方才是这小子 你给我住口 今日之闹剧 到此为止 所有人都给我散了 请慢 我还有一事 何事 李公子 还记得刚才的约定 我达出了诗 你是否该跪下来 给我磕三个头 林峰 你放肆 我便可是剧谱主部 你耽搁让我下跪磕头 我定让你生不如死 林峰 你可知你这义气用事 将会给你和秦家 带来多大麻烦 木秀于林 封闭催止 你文采过人 若是用心考取功名 以后未尝不会有出头之日 沈大家 我也送你一句 人不轻狂 我受你 林峰 我们走了 狂妄 狂妄至极啊 沈大家 此人竟然对你如此不敬 要我找人把他给废掉 身为夫子弄训作家 你可以有夫子的作为 我 明日起 我会通知书院 从此以后 你便不再是书院夫子 沈大家呀 就知大家放过我 林峰 放过我吧 沈大家 林峰 你今天太冲动了 沈大家拥促众多 你要是让那些人知道 你得罪了沈大家 必然会找你麻烦的 别担心 都说了是土鸡瓦狗而已 不堪一击 还在说大话 林峰 我觉得 林峰说的有道理 不就是一个沈大家吗 有什么好怕的 他要敢亲自登门 我骂他个狗血盆头 老爷 什么事 沈大家来了 请啊 你来做什么 林峰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 李红被你打成了傻子 李家不会善把甘休的 何况 李红和郡守公子 关系不错 那又如何 林峰 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灾 如果沈大家 来是说这些的 那可以回去了 我不知道什么是年少轻狂 我只知道圣者为王 说我狂的人 早已是肘中铺 本头草三丈 好吧 若你有难 可来找我 龙帅 属下已派人潜入陈家 只需您一声令下 随时可以将楚清城处死 只是 楚孙氏不在府里 不急 等人骑 一起找 是 这李主布还真是贪生怕死 儿子出事 他不出手 居然求我出手 陈公子 人家颜亮都送来了 你就出手呗 是吗 那林峰 可是你前夫啊 那个废物 怎么能跟公子您相比呢 其实清城 早已对公子 有爱慕之心 只有公子 才值得清城 托付终身 好 那就让这个废物 和秦家 一起消失 你们二人的婚事 就等你姨娘回来了 再给你们操办吧 老姨老爷 不好了 都城的家族都与我们秦家断交 各种货物都不与我们秦家交易了 怎么会这样 他们说 是俊府陈公子的意思 岳父 我去解决 你来解决 就凭你个废物 要不是你这个扫把心 我请假 何至于此 哎呦夫人 你不是到娘家探亲去了吗 回来也不说一声 我好去接你啊 你个老东西 我一回来 你就给我整出这么大个事来 姨娘 你怎么能这样说 林峰 她不是 冰儿 这尚未嫁人 怎么就向着她了呢 既然人家 林峰都已经开口了 这定有解决的办法 解决 陈坤可是 俊守大人家的公子 是我们惹不起的大人物 他呢 不过是个废物 岳母大人 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为药物 区区俊守公子 何若敢出手 那是自行死 闭嘴 废物 俊守大人也是你能得罪的吗 你先想想亲 这个林峰 他是 你也闭嘴 他是什么 他不过是楚家 扫地出门的废物而已 还是秦夫人明示礼啊 楚清澄 一个丧家之犬 竟敢口出狂言 说我陈家自取灭亡 林峰 你觉得 喜配吗 对啊林峰 你就要成为陈家的刀下王魂了 陈家又如何 楚家宋家 我已经灭了 再灭一个陈家 不过翻证 轻而易举 灭我楚家 你有那个本事吗 你说 是你灭了楚宋两家 没错 陈公子 我 我楚家出事了吗 二人前我收到消息 你们楚家和县令宋家 被满门灭杀 时间紧张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什么 不可能 就算我楚家被灭了 也绝不可能是你这个废物所为 没错 这件事 是贪狼大人做的 贪狼大人 应该是县令宋家 得罪了贪狼大人 牵累到你们楚家 没关系 如果贪狼大人向你问责 我一定出面帮你解决 多谢陈公子 就你 也能叫得出贪狼 笑话 本公子堂堂俊守之子 我不配 你配吗 你是想说 是你命令了贪狼大人 去灭了楚宋两家 是我让贪狼做的 是你 秦夫人 你可要好好听着 你女婿可是大言不惭 她说是她命令了贪狼大人 你是想害死秦家吗你 哎呀 夫人 你消消劲 消消劲 我不急 我不急 难道等秦家灭亡再急吗 龙年峰 怎么能说这种话 贪狼虽杀性大 不过 对我还算尊重 秦兵 真是好演 找了一个傻子 秦夫人 你们秦家 就等死吧 陈公子稍等 我秦家 愿意千两黄金 作为赔礼 秦夫人 你觉得本公子 像是缺钱的人吗 如果你要是真有诚意 那不如 把秦兵小姐 赔付给我吧 你无耻 那 那陈公子 还是请回吧 若有什么招 我秦家接着便是 不是太确 那你们秦家 就等着灭亡吧 那你们秦家 就等着灭亡吧 姨娘 别喊我 我可担不起 岳母放心 我会出手 你个废物 你还有脸说呀 有何不能说 莫说是郡守公子 就是郡守亲自来了 他若出手 也是死路一丢 你要是有这个能耐的话 你去谢家的宴会呗 夫人 好 夫人 夫人等等我 林峰 你怎么就答应了呢 宴会有什么问题呢 谢家乃是京城的 无冕之王 传闻中 老太爷和龙帅 是相识 若是谢家出手 陈家想来不敢生事 不过 谢家之人 十分孤傲 无意相处 与我认识 我记忆中 可没有姓谢之人 我听说 陈坤不知道 从哪儿弄来了 当年龙帅的 虎啸山河图 想作为贺礼 送给谢家 这幅画价值连城 足以让谢家 帮着陈家 一起对付我们秦家 虎啸山河图 这幅画我刚从贪狼处取回 还真是凑巧 罢了 你既然都答应了 你去了之后 一切听我行事 站住 这谢家 岂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来的地方吗 陈公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秦小姐 你可以来 但是这个废物 可以站起来 你别说得太过分了 你奈我何 这个丧家之犬 他就是个废物 他根本就 不配出现在这 何事如此喧哗 谢家主 这是一个 刚刚被扫地出门的坠絮 他竟然还有脸来谢府败寿 我看他是存心 想给谢府蒙羞 秦小姐 此事我需要一个解释 谢家主 并非如此 我等是诚心实意 想给老太爷祝寿 这是我们准备的礼物 我倒要看看 秦家 能准备出什么样的礼物 谢家主 这二人居心叵测 居然送来了一幅假话 假话 说 你二人到底是何局心 居然想用一幅假话 来故弄谢家 林峰 秦兵 我看你二人 要玩了 秦家好大的胆子 敢送假话 这不是我们准备的话 秦小姐 你还在找我 谢家主 你看 这才是龙帅大人 真正的五孝山河图 这可是我画重金球来的 他那个绝对是假的 这是 一定是你故意陷害我们秦家 秦小姐 话可不能胡说 你们二人 你们二人 走滚 丽儿 我来处理 这些有眼无珠之辈 哪能分辨出真情 你 竟敢容骂我的 好死 你确定你这个话 就是真的 笑话 这幅 这幅可是我重金求来的 岂能有假 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龙帅的真迹也看了不算 你这废物竟敢框骗油 只是于不可及 若我所言为真 如何 若是真的 十万两白银 随时奉上 当作赔礼 好 好 林峰 谢家主 可否尽蜡一用 我倒是想看看 你还能耍出什么话呀 来人 去啦 各位请看 这有些信息的银杖 家父曾有幸被龙帅增化 这银杖 千真万就错不了 这话绝对是真迹呀 我家中也有龙帅的墨墨 这个银杖没问题 不可能 这明明是幅假话 我这幅可是花了重金 从皇宫内裤求来的 陈公子手眼通天啊 居然皇宫里也有人 既然画作是真的 二位 里面请 谢家主 是否忘了什么 十万两白银随即碰上 这虎啸山河图 我这公子 能否割爱 一百万两 林峰 你好大的胆子 好 一百万两 我要了 小子 先饶你一命 寿命结束之时 便是你的死期 老太爷出来了 是这个老太爷 老太爷 老太爷 你出来了 你出来了 我这个上等的传家宝 你看看 林峰 谢家主的出来了 你竟然还无动 你是看不起谢家 还是看不起谢家家主呢 前面何事吵吵闹闹的 你把闹事之人赶出去 是 老太爷 林峰 吻出宴会 谢家主 林峰并非不敬 林峰 谢家主都叫你 竟然还要脸着 你当真是不要脸 谢家主 是你的意思呢 还是那老太爷的意思 自然是老太爷的意思 好 你转告老太爷 四年前 在燕山 就当我救了一条狗 兵儿 我们走 这小子如此狂妄 神公子不必费心 我心里一致 金峰 这次看你怎么死 这情如何呀 这小小的坠血 竟然敢当众你骂你 还是如何骂他 实说 他说 就当四年前 在燕山之地 救的是一条狗 四季的燕山 救我这条狗 神公 恩公 一定是恩公大人 快去把恩公 给我找回来呀 小兵 谢家怎么说 该不会这个废物又惹事了吧 姨娘 不是林峰的错 是成坤 算计了我们秦家 谢家太过目中无人了 行了 你也别为这个废物辩解 我说 你到底能做好什么呀 让你去参加个宴会 你也能给我得罪人 无妨 谢家一会儿就有人 求助我们上面 你这个废物还挺会说大话 女儿啊 你赶紧准备一份后礼 亲自去谢家 一定要请老太爷的原谅 否则咱们请一家就完了 宾儿 不必如此 老爷 又怎么了 谢家主亲自登门了 谢家主亲自登门了 那么完了 秦夫人 你真的是找了一个好女婿 在老太爷的宴会上 辱骂老太爷 真当我们谢家无人吗 谢家主 您误会了 此事全是他一人所为 跟秦家无关的 姨娘 是吗 是那老小子叫你来的 你疯了 你还敢对老太爷大不敬啊 谢夫人 这你可亲耳听见的 莫怪我冤枉了你们秦家 你疯 就因为你的出言不逊 整个秦家都得为你赔葬 谢家主 那老小子就没告诉你 见到我要低头吗 就你也配 可如何不配啊 谢老太爷 谢老太爷 这一次是我们不对 您要是想要什么补偿 我们都愿意给 你先消消气啊 秦夫人 你这是 你个废物 站在干嘛 过来道歉 姨母 你可能是误会了 不错 林公子 确实是老朽的救命恩人啊 秦夫人 这是文银 放手 这是文银一百万两 乃是购买那幅 虎啸山河图的花费 此外 陈家之时 我谢家一定会在其中斡旋一二 不过 毕竟是俊守大人 即便我陈家出手 也未必能彻底解决此事 无妨 到时候我会出手 恩公出手 那必然是事半功倍 万事消停 不过 还有何事 直说无妨 恩公啊 你要是想彻底解决此事 不妨去找一下万国商会 万国商会 万国商会是什么来路 龙山 当年您纵横四海 威震天下之时 我大下是万国来朝 其中有一名商人 在组建商会之时 找上您请您赐名 您当时就说了万国二次 有这回事 那商人是谁 他叫沈千万 他的女儿是沈秋雪 沈秋雪 那位沈大家吗 怪不得 有底气让我去找他 是否需要我们出手 直接面与沈家 别动不动就龙卫出手 必然会引来敌人察觉 毕竟当年之人 还躲在暗处 此事 不能打草惊蛇 是 公子为何如此动怒啊 真是没想到 林峰这个王八蛋 居然是谢老太爷的 救女恩人 公子 不如我们派人 把林峰给杀了 杀了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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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现在正处在 升官的紧要关道 若是 让他牵扯到命案 被人抓到了把柄 太好了 不过 倒是可以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 没错 借刀杀人 这谢家 可不是上下都是同心 谢家主虽然贵为谢家家主 但是谢家实际的掌头人 还是谢老太爷 本少爷现在给他一把刀 不看他有没有这一把刀 公子 妙计啊 谢老太爷死了 究竟是何人所谓 就你这水平 还想刺杀我 都说秦家女婿是个废物 看来也不是真的 说 谁派你来的 追到我再说 一 二 三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不过是一些小手段 你告诉我 你秀里青龙的手段 谁教的 你休想知道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倒 你到底想怎么样 先回答完问题 我便放了你 明公子 奴家陪你一晚 把奴家放了吧 不好 公子不是银枪蜡烛头 中看不中用吧 不然 试试 林峰 不用啊 不用 唐门弟子的手段 还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啊 居然还有美人计 明峰 你快放给我 你先回答我问题 我就放了你 算我倒霉 是谢家主 他让我把你杀了 给我百万领 一人一半 那谢老太爷 也是你杀的 你别血口喷人 那就是谢家主 你还挺聪明 是陈宽掌上谢家主 说要提拔谢家之人 所以谢家之人才出马 果真如此 我都说完了 你快把我放了 不急 林峰 你可是跟秦斌 还有婚约的 你可不能乱来 别误会 我看你是像我一个顾虑 谁啊 不可说 你快把我松开 不急 再回答我一个问题 堂门之中 可否有一种药物 能够让人失去记忆 你为什么这么问 林峰 我劝你 不要什么都知道 要不然 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果然真的有 混蛋 我都回答你了 你快给我松开啊 自己挣脱吧 对了 下不为例啊 要不是你刚才刺杀我时 没有杀气 现在的你 早就尸体一句了 林峰 你快把我松开 林峰 宾儿可是咱们的掌上明珠 掌那么个废物当女婿 有辱门庭 这事不就是 已经定下来的事吗 那是你目光短浅 他都害我们得罪了谢家 何来得罪啊 人家谢老太爷 不是说了吗 林峰是他的救命恩人 连银票都给你送过来了 那你是真不知道啊 今天早上传来消息 老爷子已经死了 死了 这些老太爷好端端的 怎么 怎么就死了呢 老爷 我可跟你说 我都是为了兵儿好 那嫁给刘家公子 刘公子 家财万贯 朝廷里也有人 那是良配啊 刘家公子 哎呀 那不是个傻子吗 傻子 那跟着这个废物 兵儿还有清白吗 姨娘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大没小的你这孩子 怎么跟姨娘说话呢 那刘家 愿意让出 万国商会的名额 前提是 兵儿嫁过去 再说了 这刘家公子 虽然有点傻 但是 总比跟着 那个你腿子强啊 姨娘 你这话说得太过分了 过分 我这是为了你好呀 红儿 你确实太过分了 我哪里过分 哪不嫁给刘家公子 你敢得罪陈家吗 这不能商量商量 这可是兵儿的终身大事啊 岂能儿戏 商量 可以啊 你现在去跪到谢家门口 看他跟你商量不 区区万国商会的名额 也值得你如此 挪言蔽息 宾儿 你这个姨娘 活可不忍 你废 口气还不小啊 咋的 都说了 不是凌风的错 现在当务之急 是加入万国商会 否则的话 首领发飙 臣家发难 到时候我们家就完了呀 区区万国商会的名额 我去找 可是要加入万国商会 得一千万两银子呀 一千万两银子而已 小事一桩 林峰 你别说大话了 我不认为这是大话 岳父放心 此事 小区定然办好 龙帅 这是属下的银票 只有一亿两 一亿两 就这么多 若是龙帅需要 狼连夜 叫兄弟们送过来 暂且不急 对了 鱼娘这人 你查过了吗 查过 唐门弟子 并无特殊之处啊 就这些 难不成 是我的错觉 好了 先回去吧 是 谁 是他 神管事 能否通融一二啊 通融一二 当我万国商会 是什么地方了 神管事说的对啊 有些人 这辈子 注定就是个垃圾 想要加入万国商会 请你也对 这可是龙帅大人 亲自提名的商会 谢家主 那凌峰 好歹也是你 谢家老太爷的 救命恩人 你给我住口 若非凌峰的辱骂 老太爷为何一命呜呼 谢家主 你的意思是 老太爷是我所害 当然 五座已经验过识 他是因毒而亡 这是人尽皆知之事 住口 万国商会 是你们争吵之地吗 神管事 令牌 谢家主可以进了 小子 就算你从我谢家 空骗了一百万两白银又如何 钱家 不过是一个龙眼 连商会的大门都进不了 神管事 我听说加入万国商会 只需要千万两白银资产 就能加入 不错呀 不过 你这个垃圾 你有那个财吗 这里 有一亿两银票 说说 这小子哪来这么多银票啊 这里一张十万两 目测 也有一亿 十万 我说你小子是个废物 还真是个废物 就算作家也得动动脑子 怎么会有十万两的银票 你真是气死我了你 行李之蛙 小子你 慢着 不过 这这手里边这银票 是假的 假的 你搞大的大招 居然敢伪造银票 我就说 他哪有那个破本事 还学会伪造银票 这银票是真的 真的 你到我眼睛花了 陈管事 我求你看清楚 这银票 不可能是假的 我都看了几万遍了 假的就是假的 都一样 秦家主 伪造银票 可是杀头的大罪 不过 我倒是想看看 你们这次 如何脱罪 那怎么办呀 那是不是 秦家要完了呀 发生何事了 小姐 这秦家 伪造了十万两 一张的银票 十万两银票 妄想加入万国商会 什么都是真的 不可能啊 这些银票 有问题 听到了没有 连沈大家都说 这银票是假的 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套 贵物敢炸我一百万里 早就该有取死之道 住口 这些银票不是假的 是真的 真的 小姐你是不是看错了 没有 这是最新款式的银票 刚推出不到一个月 在都城并不常见 所以你们不认识也正常 哦 原来是这个 诸位 请随我来吧 多谢沈大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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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公子 这个废物 不知道从哪里 骗了一亿两的银票 还取得了 万国商会的令牌 此事对我们 大大的不利啊 不可能呀 那林峰 他就是一个废物呀 那一两银票是假的 啊 假的 林峰这个废物 在诗会上大出风头 受到了沈大家的关注 自然会对他有所偏袋 不过没关系 昨日 我爹将从皇城归来 而且啊 他已经确认 升任江南巡抚一职 到时候捏死这个废物 那简直比杀死一只蚂蚁还简单 恭喜成公子啊 还是公子厉害 我厉不厉害 你还不知道吗 你那个死鬼爹啊 也不知道又喝到哪儿去了 柳公子已经到了 林峰啊 快过来看看 你未来的夫君 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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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废物 你吓唬他干什么 我要不是看在你 给我们上了一个 凭证的份上 我今天就饶了你 回家再给你算账 这罗红 倒是可以为了所拥 沈管事 秦夫人呢 你这求人 也要有求人的态度 你们秦家刚刚加入万国商会 就想让商会出面 这是不是 太过于异想天开了 沈管家 可这不是商会的准则吗 没错呀 是商会的准则呀 但是 也没说一定要遵守啊 尤其是对待你们这种 弱者 就要有弱者的态度 沈千万 就是这么教你做事 林峰 你这个废物 谁给你的胆子 知乎我们会长大名的 就算沈千万亲自到来 他也得向我低头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沈管事 还请帮帮忙 刚刚那个废物啊 辱骂沈会长 是我们秦家管家不严 秦夫人哪 这不是我不帮 是我这帮不了啊 通融一算 这样吧 看在秦夫人 这么识趣的份上 我告诉你个秘密 军守大人 要荣生巡抚了 什么 军守升为巡抚 那我们秦家 这等蛛虫也想升官 痴心忘形 秦夫人 这街坊邻居都说了 你们家女婿是个废物 这在我看来 这形容都不准呢 这怎么都是废物呢 这 这应该是大傻子 是是是是是是 神管是教训的事 林峰 我奉劝你一句 要谨言慎行 这军守 如果真的升为巡抚 你们家老爷见着 也得一礼相待 巡抚 有何大不了 怎敢说这话 林峰 别说这样的话 秦夫人 看你这女婿 这还 还挺有自信的 好 神府的事 就让她解决好了 神管是 真把我万国商会 当傻子 还想我万国商会出品 神管是 神管是 你个废物 不说话会死呀 这下我情节 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俊首升天怎么回事 禀龙帅 俊首向天子献上了 您当年亲手写的兵书 天子非常喜欢 便给他升官了 那就以龙卫的名义 告知天子 那书是假的 龙帅 那书分明 确实是我写的 不过 这俊首嘛 为何不直接将他革职 暂时没有必要 这三年前 是小我行踪的 提前给我下毒的人 你说 那天 万国商会这条路 行不通的话 事到如今 我们只还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向陈家低头认错 保全秦家 那个废物东西 你还不赶紧收拾东西 离开秦家 你到底是何意 何意 你还好意思问我何意 如果不是你 得罪陈家的话 我们请假何止于此 郡守那个人小肚鸡肠 就算我们求他 都不一定放过我们 要不我们一起逃吧 你蠢得够可以 一起逃 那是一起去送死 夫人 夫人莫急 请许凌芬有办法 她有个屁办法 还有你 赶紧收拾东西 明年跟我去聚守生殖宴 生殖宴 恐怕她办不成 甚至会是她的送行宴 满口大话 娘子 莲锋 莲锋 难不成 我秦家真的要没了吗 娘子放心 只要有我在 秦家必然无事 放心 有我在 林峰 你看 是她 怎么办 传闻中 她单枪匹马 灭了七座山寨 无人能让她 使出完整的一圈 因此 她被人称作陈半圈 也不过是土鸡挖狗 不必在乎 林峰 我爹和姨娘 他们已经进去了 我们也快进去吧 好 没想到你这个废物 居然真的有胆子出现 楚清城 等我解决完俊手 再次你死 赐我一死 林峰 你有这个本事吗 林峰 你这个废物 你不就是想进入我陈家吗 好啊 本少爷给你的金 从本少爷的裤裆底下 钻过去 是从 清城的裙白底下 钻过去 公子 你好坏啊 怎么能让这废物 从奴家的裙底下钻过去 这样 不是更好 无耻 无耻 本少爷这还有更无耻的 秦小姐 想不想了解了解 冰儿 不用跟他们废物 干联着 呦 想动手 来人 陈宗师 这废物不是抬去 给我断他四肢 但不能让他死 没问题 老子 你要怪就只能怪你命好 非要得罪陈公子 哪来的野狗子乱叫 我仍狂望 我陈半泉左南闯北 从未有人能接过我一群 你这废物 你怎么能这么厉害 林峰 你不要过来啊 我告诉你 你要敢动我 秦修和罗侯都得死了 对对啊 林峰 你可要想清楚了啊 先找到我爹比较急 他们已经在府里了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 好 咱们走 让开 夫 进入陈府 我看你如何跟我斗 郡首大人 我们秦家无意得罪陈公子 还请郡首大人海涵 海涵 我这里还有一百万两 还请郡首大人 孝娜 一百万两 这已经是我秦家 最后的财产了 一百万两 打发叫花子呢 来人呢 大人且慢 我们 我们愿意赔千万两白银 给我们点时间 筹备一下 好 那就给你们三天时间 我听我儿说 你家闺女尚未出格 资荣尚可 正好 我儿 要纳一方小妾 怎么 你有意义 你这狗官 也配当郡首 你是何人 大人 这就是 天天缠着我们家 聂儿的那个废物 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呀 老东西 你就是这样当郡首 是非不分 行私枉法 你得罪了本郡首 该死 但是本郡首大度 就等天使到了之后 我再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好 我等着 等我灭了你们秦家 你们家秦兵 依然是我儿的小妾 老爷 老爷 丢父 爹 丢儿 先扶丢父 回事 接下来的事情 我来处理 要小心 这小子 怎么如此 天使到 天使到 恭迎天使 你这废物 看见天使大人 竟然如此放肆 来人呢 将这小子 打入天牢 慢着 本空有要事在身 陈怀敬切旨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放天成与皇帝 赵曰 敬守陈怀敬 献我大下龙帅 亲手所写兵书一卷 经龙位兼查 此卷兵书为假 顺手 顺守陈怀敬七君往上 贪汤妄法 革职 便为白身 亲子 天使大人 这 这圣旨是不是有错呀 你 这是在质疑陛下吗 不 林峰 是你这废物做的 好 林峰 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对吧 是你害我爹丢了关 好你个狗东西 老子跟你骗了 儿子 儿子 成坏 成坏 儿子 儿子 成坏 林峰 你杀了我儿子 我要你成命 除自量力 除净成 三年持主 杀父之争 今日我要你加倍奉务 林峰 我不是有意要杀你父亲的 是有人一整个楚家要挟我 让你进入我楚家当追选 让你当国家老鼠 臭命远样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是我 不是我 是 是 儿子 儿啊 我一定要为你报仇血恨 林峰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男人 志大侠 求你出手 军手大人放心 林峰敢不死 你将亲兵抓回 我要让你 长长使亲之痛 岳父 师兄已办妥 好 解决了 又不是你解决了 要不是寻府大人及时赶到 我们全家都会因为你而陪葬 夫人 你少说两句吧你 你个没良心的 又说我是吧 你怎么又生气了 你等等我 林峰 谢谢你 你我夫妻二人 何出此言 谁和你是夫妻了 当初我只是跟你假装的 那既然如此 那我走了 不行 沈大家 你来干什么 林峰 我并非有意搅和你们 而是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这不是上次诗词 会我做的诗吗 不错 如此诗词 不应传送于一城之地 况且你一介白身 若是有了些许名气 想来俊首等人 也不敢像之前那样带你 明明丽丽 都是服务员 你真是站着说话 不要疼 你可知道 要是谁创作出了 这上面的一首诗 巴不得全天下人都知晓 所以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林峰 你怎么那么说 还不快谢谢沈大家 谢谢 秦冰妹妹 可否让我跟林峰 单独谈谈 冰儿 那你先回 我一会儿就回去 好 林公子 奴家就如此不受公子待见 我就说嘛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要不你说 要不然请回 公子果然聪慧 那你说吧 公子可知晓我父亲 沈千万 不错 我父亲家财万贯 说一句富可敌国不为过 只是相较于钱财 他更热衷于权势 你到底要说什么 公子有了秦冰妹妹为妻 可愿多一个妾身 你不觉得此事很荒唐 荒唐 林峰 此前我可是听到了 你只是假冒秦冰妹妹的义中人 那又如何 公子既然愿意帮秦冰妹妹 为何不愿意帮我 若你愿意的话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满足你 包括我自己 姑爷 小姐出事了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林峰 我跟你一起去 小子 你终于来了 是你 秦冰在哪 在哪 放心吧 那小牛现在正享受着呢 在他给陈坤陪葬之前 郡守大人决定好好享受享受 你找死 我找死 林峰 上一次还要多谢你 要不是因为你那一拳 我还无法突破到宗师境界 现在我已经是宗师 你拿什么跟我斗 你这不是突破 你这不是突破 竟然看出来了 没错 我利用银针刺血 将我身体的潜能技术激发 而这 都是因为你这个废物 银针刺血 寻找我根本不懂这秘法 究竟是何人 与我交战 还敢分神 受死吗 林峰小心 你到此为止吧 嗯 嗯 嗯 哦 冰儿在那 冰儿 这小美人就要香香玉云了 你要如何 我要如何 林凤 就是因为你 我失去了大好的前程 儿子的美好的未来 你害得我现在一无所有啊 你 你要让你尝尝失去的滋味 放了冰儿 我随你任何处置 这无处置 我偏什么信你 你要如何才能相信 你给我跪下 好 林凤不要 你放了奇兵 我成为你的人质 神大侠 是你也喜欢这小子 去死吧 你这不是突破 竟然看出来了 没错 我利用银针四血 将我身体的潜能技术激发 而这都是因为你这个废物 银针四血 寻找我根本不懂这秘方 究竟是何人 与我交战 还敢分神 受死吧 林凤小心 到此为止吧 平儿 平儿 在那儿 平儿 凄凄你 这小妹儿就要伤较欲云了 你要如何 我要如何 林凤 就是因为你 我失去了大好的前程 儿子美好的未来 你害得我现在一无所有啊 你 我要让你尝尝失去的滋味 放了命 我随你任何处置 是我处置 我凭什么信你 你要如何才能相信 你给我跪下 好 林凤不要 你放了秦兵 我成为你的人质 是那家 是你也喜欢这小子 你去死吧 秋雪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还是先救秦兵妹妹吧 真是感人哪 不过这一切 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我要你永远活在痛苦之中 林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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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死了我儿子 秦兵必须得推走 你以为你救下他就没事了吗 他早已中了剧毒 无可救药了 凤兵必须得推秦兵 你以为你救命令人质疑 秦兵到底中的是什么毒 中的是断魂毒 是一种剧毒 有点棘手 是因为药材吗 药材基本上很难凑齐 需要三种极为珍贵的药材 哪三种药材 天山雪莲 千年合手屋 彼岸花 而且要在半个月之内凑齐 天山雪莲 千年合手屋 在我万国商会之中就有 只是这彼岸花 号称地狱之花 具有沟通阴阳两界的作用 我只在书里看过 却从未见过 这样 我先去把那两个药材取来 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 探朗 瞧见了吗 他们开始自乱阵脚了 我看他们是忘了那件事 自古一五不分家 龙帅你武功天加第一 医术自然也是天加第一 那你说那人会是谁呢 皇宫 也唯有皇宫了 我去调集龙妹出手 暂且不急 他们虽然乱了阵脚 但还有一战之力 大下和平来之不宜 不宜再生事断 那鞭花呢 我亲自去取 武帅 神医门人向来桀骜 怕是不会轻易交出 探朗 你要记住 向来桀骜不幸之人 在我面前 都会乖乖低头 彼岸花 不是他们给不给 而是我要不要 属下明白 还有什么社会报吗 我查到了 最近 沈千万给沈大家 订了一桩婚事 哦 他是星科状元 王宇 还是天子的心腹 不过此人 目中无人 还喜欢欺男霸女 恶气斑斑 我知道了 艾腾 再次查查余娘 彻查 好 怎么可能 你之前是怎么看出来的 现在不是讲这个的时候 我们讲一下正事吧 你们二人 不是来找我看病的 这女娃身体虽然虚弱 但你的医术比我高明 你有法子条理 但你不是来找我看病的 那是如何 彼岸花 原来你是打这个主意 给我滚 不知大人前来 还请恕罪 免礼 这便是彼岸花 不错 你还有问题 大人 彼岸花虽然很珍贵 但是只是用来解决断魂之毒 大人的医学修为 完全可以把毒逼出来 彼岸花 那你为何还有彼岸花 你的问题 是不是有些多了 难道有人想试探你 到底是何人如此大胆 凌凤 你究竟是什么身份 你很快就知道了 你不愿意说就算了 嗯 凌凤 怎么了 没有 好像看到个熟人 熟人 刚才感觉应该不会有错 那人就是彼岸 我们赶快走吧 免得请兵妹妹出事 走 就说这两个人一天到晚给我惹 兵儿 兵儿啊 你终于醒了 爷娘 我没事 还说没事呢 你要是醒不来 娘可怎么办呢 岳母 闭嘴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兵儿能有这无妄之灾吗 夫人 万国商会的神馆师来了 老爷叫您过去 神馆师 兵儿 你好好谢着啊 娘去看看 兵儿 你好好休息 我也去看看 神馆师 大驾光临 我秦家 彭壁升辉啊 秦夫人 我有事要直说 我们沈家 可是豪门大驾 富可敌国 而你们秦家 只不过是一只蝼蚁 我们家小姐 若是在你们秦家 受了什么差池 你们秦家 能担待得起吗 神馆师 你住口 小姐 这是老爷的原话 我只是如实转告 此外 老爷还让小姐 速速赶回皇都 办理婚事 少跟这些 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听神馆师这句话 好像我们秦家 不三不四的人 那是自然 既然太神 这身为蝼蚁的 就要有蝼蚁的觉悟 你说秦家是蝼蚁 我看沈家也是蝼蚁 是不是可以直接碾死 大的狂兔 蜜蜂 奉陈你一句 神家的事你稍管 我们神家 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 是吗 既然你这么说 那这件事 我定 那是你找死 够了 神光神光滚出去 小姐 是 林公子 多谢你的好意 不过我想明白了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些十日 多谢你了 既然我答应你了 我绝不失忆 神大家 我虽然没念过什么书 但是滴水之恩 用拳相报这个道理 我是懂的 今天你救了小女 这就是大恩 如果神大家 遇到什么困难的话 我们秦家 择无旁贷 多谢秦家主 林方 冰儿 你不好好休息 怎么来了 我已经好多了 林方 神大家要回皇城了 我们一同送送他吧 嗯 好 林方 我警告你 别有了新欢 就搂了我们兵儿 不然饶不了你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在那儿 给我装疯卖傻 你当我瞎吗 看不出来吗 姨娘 去 你不见新欢 林方 你过来 我跟你说几句话 兵儿 就交给你了 你怨我的话 不要往心里去 七尺男儿 就应该勇往直前 小旭 受教了 那就拜托了 皇城 果真繁华 呦呦呦 嘿 你这废物 还真敢来皇城啊 小子 本公子是读书人 有度量 给你一个认错的机会 先在跪地磕头 离开秋雪 之前的事情 我既往不咎 嘿 哪儿来了 春花 废物 你敢骂我 李峰 王公子可是陛下 钦点的状元 是你能得罪得了吗 状元 嗯 状元 出口不如 嘿 王公子 不必理会这 跳梁小丑 这小子 你腿子出身 大字识不了几个 他都不知道 状元二字 意味着什么 林公子 多谢一路护送 那 皇城 小子 你不过就是一个废物 秋雪真正的选择呀 是我 王公子 请你自住 沈管事 我们走 我把话放这儿 你若动秋雪一根海蜜 我让你一死些子 李公公 你说 朕这一盘棋 能否涂掉这一条大龙 陛下 这条大龙早就没了活气 陛下想要涂龙 自然轻而易举 你倒是会说话 奴才只说实话 行了 退去吧 奴才告退 你确定要对凌风动手 他可是大厦龙率 国之助食 国之助食 整个大厦乃至周边各个诸国 眼中只有他一个大厦龙率 可曾有过朕这个天子 大厦可是他打下来的 那要如何 朕才是天子 你总在强调这一点 莫非 你心虚 于有威 你莫要认为你是朕的姐姐 就可以对我如此说话 你放心吧 朕答应 饶退 随你 不过 我再帮你一次 我就会彻底离开皇室 随你的骗 是 炭狼 皇宫那边 可有情况 暂时还好 不过有一事 确实跟秦姑娘有关 秦姑娘 何事 据龙卫调查 罗宏此人到达皇宫后 已经见了秦家族长 秦无道 此人最好脸 恐怕会对您不利 苍蝇而已 随手拍死 无妨 对您而言自是如此 不过 苍蝇也会烦人 这枚令牌 是秦家上一任族长 赠予本位的 请您收下 也好 族长 你叫我族长 你眼里可有这个族长 族长 您这是何意 何意 我为了秦家 让你与刘家联姻 你不肯 这要不是那 陈怀竟被革职 我们秦家 都被你拖进万丈深渊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 已经有一种人 就是林峰那个废物 他也配娶我秦家的人 冰儿 我顺路给你买了个冰桃葫芦 林峰 谁呀 我说呢 原来是有两条牢狗在这乱废 慢着 就你这样 鱼赖蛤蟆无益 也换想着吃天鹅肉 原来有十两银子 赏赐给你了 拿着钱给我滚 你还不快滚 秦组长 要不 我这里 有百两银票 不如 你跪下来给我磕头 小子 你激怒我了 我激怒你又如何 你这条牢狗 要不是看在冰儿的面子上 我早就一刀让你归西了 好好好 这么多年了 没有人敢跟本组长这样说话 秦明 这就是你选择的丈夫 果然不可一世 林峰 别这样说 组长 不是这样的 姨娘说的没错 你果然要想将秦家拉入深渊 我要召开 程老辉 将你逐出家门 免得你以后 就我们秦家的脸 林峰 你快向组长道歉 快 不用担心 我道什么歉 该道歉的 是他 可笑 你算何人呢 秦组长 那你看看 这是何物 这是秦家族长的令牌 怎么 怎么在你手里 假的 一定是假的 族长 他伪造令牌 显然没把咱们秦家放在眼里 混蛋东西 这令牌是真的 这令牌 你从何而来 秦组长 秦家祖训 有此令牌者 怎样来着 有此令牌 就是组长 秦无道 拜见组长大人 免了 滚吧 林峰 出令牌 朋友送的 送你了 给我 嗯 昨晚他老板跟我说 今日秦无道具处 如此看来 从中作可 李公公 我已经按照您说的去做了 但林峰那个废物 拿出了组长令牌 组长又是个守旧的人 我拿他一点折也没有啊 没错 这也不怪你 多谢公公体谅 慢着 虽说罪不在你 但你没有完成我交代的事 总归是要有惩罚的 什么惩罚 放心 不痛 我就是记得 我就是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 秋雪姐姐都回去两天了 一直都没有消息 该不会是出事了吧 放心吧 暂时不会有事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大夏皇朝对我而言 没有秘密 吹牛 林峰 杀害秦家之人罗红 人证物证俱在 行跟我走一趟吧 什么 我姨娘死了 公公 林峰绝对不可能会杀害我姨娘 她一直和我在一起 待在一起 那你都是同党了 带走 公公 你这完全是扭曲事实 还敢污蔑我 最佳一等 冰儿 不要急躁 这条老狗 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林峰你 怎么 我说错了 怎么 我有说错 林峰 这次证据确凿 你莫不是还以为能逃脱 天子犯法 也与庶民同罪 就算你是大夏龙帅 当街故意杀人 按我大夏律法 也是一个馋 公公 绝不可能是林峰动的手 走 走 你还可袭击侍卫 你这条老狗 别吹吹眼睛 我给你走一趟便是 林峰 林峰 走 走 放心 我去去 你这个不是去县衙的路吧 龙帅大人说笑了 这是小人特意为大人选的目的 龙帅大人一路走好 这风景确实不错 你有心了 林峰 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 你确定 你吃令我了 难道不是吗 无意荒废三年 不知道龙帅大人还剩下多少实力 当初进手的断魂毒 是你给的吧 不错 断魂毒可以用身后内力逼出 别人不知道 龙帅大人肯定清楚 不过龙帅大人却没有那样做 龙帅大人实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吧 是吗 你确定 这不可能 你是故意用那种法子给勤兵解毒 从而误导我们 聪明 不过我也没有想到 只是稍微试探一下 你们就找上门来了 还真是让人失望 林峰 你别得意太早 吃老烟狗 出来吧 再不出来 我就动手了 龙帅大人可真厉害啊 能够一眼就看出我的行踪 你来干嘛 不干什么 就来看看 传说中的龙帅大人 嗯 你也看到了 感觉如何 文明不如见人 你是人 还真是讨人欢心啊 可惜 我不敢太靠近你 龙帅这么说话 我会伤心的 伤心吗 那你就回去告诉陛下 若当年 真是他所做的 即便他是天子 也该付出代价 林峰 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太猖狂了 有 你不是第一个 不过他们都死了 冰儿 林峰 你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自从你走了之后 我从小二口中得知 沈家放出消息 你说要以文昭旭 我担心 秋学姐姐会有危险 以文昭旭 那事不宜迟 我们去看看 干什么的 我是你家小姐的朋友 才来找她 我家小姐朋友 给我滚 我们家小姐 可是千金之区 怎么会有 你这样的朋友啊 你也不撒朋友 照着你自己 你这样的泥腿子 配当小姐的朋友 参加王公子 你们俩人怎么会 这小子 虽说是个废物 是个泥腿子 但是 人家都上门了 怎么还嘲笑人呀 王公子秋学的事 既然王公子都发话了 那你俩就进去吧 废物东西 不用笑 我知道你是为了秋学 不过 就你这废物 说是跟我比是文子 我让你知道书子 请几十蛙 坐起官腔 林峰 别跟他生气 我们进去吧 没生气 他不会 今天 我沈家 以文昭叙 最终胜出者 将与我家小姐 喜结连礼 我知道 各位对自己 都有信心 当然了 我也奉劝 某位姓林的公子 不要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 林峰 听见我 哪里来的狗乱吠 你 谁给你的勇气 跟我这样 主位 安静 此次比试 乃小姐亲自出题 这第一题 乃是一道对联 上联是 水中有虫 则灼 水中有鱼 则鱼 水水水 江河湖渺渺 各位 请作答 这对联 妙啊 不会是沈大家 是 沈妙 沈妙啊 水与虫结合 乃是啄字 鱼结合 乃是鱼字 这三水合一 又是妙字 这江河湖 又都带水 想要对出下联 这也太难了 你想到下联了吗 轻而易举 哼 小子 就你这个泥腿子 也能想到下联 哼 我看你就是勋章声势 扰乱我等思索 王公子说的对啊 这小子不曾再思索 定是来捣乱的 这种对联 还需要思索 李峰 你若是来捣乱的 那就离开我身符 若你再敢出言不讯 别怪我长嘴 这对联 我早已有下联 你想得出下联 真是可笑 王公子乃荆轲壮 就连他都想不出来 你这废物 怎么可能对得出下联呢 就是 那就给我听好了 墓之上为本 墓之下 为墓 墓墓墓墓 松伯张 森森 你一定提前就到达 不错 不错 定然是这样 王公子 这对联 是小姐亲自所出 李峰 这第一轮 且算你胜出 第二轮 我们比试的是诗词 一点机会也没有 不妨试试 沈管事 第二轮比赛 究竟是什么 本轮比试的是 以相思为义 做一首诗 相思为义 王公子 看来这沈大家 仰慕你许久 但这相思之苦 难以启齿 便故意设计了 这一轮比试 那沈大家 还真是情真意切呀 此前更是替 王公子出了诗集 不错 像是那一句 大漠孤烟旨 长河落日元 便是王公子所做 荒唐 这明明是林峰写的 什么 这个废物写的 秦姑娘 我知道你先信林峰 但也没必要这样吧 这首诗词 是我吼心吏血创造的 怎么能是这个东西呢 你说是你写的 那不妨 让秋雪姑娘说说 你这个废物 沈大家 岂是你想见就能见呢 诸位 莫要争吵 对本轮的诗词 都有何想法呢 沈管师 你看我是何意思 诗词 是偶得灵感 才能讲出的 想不出就想不出 还找那么多借口 你这么说 你想好吧 当然 红豆生下果 春来发几支 愿你多采鞋 此时最相思 怎么可能 你一定又作弊了 沈管师 还不宣布此轮结果 小姐 本轮的结果乃是 林峰胜出 此外 我还要宣布一件事 前些时日出现的 那本诗集 其中诗词 乃是林公子所作 王宇 像你这样 孤明钓鱼之辈 有多远 给我滚多远 你 第三轮 还要继续比试吗 我们认输了 输了 输了 小姐 老爷命令我 不准你 干涉此事 我干涉不干涉 结果有差别吗 还是说 父亲早已 做好了安排 林公子 多谢 无妨 不过我觉得 应该和你爹 见一个面 你小子胆子不小啊 竟然敢见我 这又何不敢 若你不是 秋雪的父亲 就你这样 卖女攀附权势 早就应该千刀万 好的很 敢这样骂我 审千万的人 你是第一个 父亲 女儿已经想清楚了 若是您再这样 逼迫女儿的话 那我们只能来世 再做父女了 陈秋雪 你要干什么 你这样逼我 没有任何作用 我实话告诉你 这桩婚事 是陛下清定 任何人都不得更改 原来是陛下开的口 那就去找他呀 林峰 你以为你是何人 陛下是你想见 就能见的吗 你这老糊涂 记不起来我是谁了吧 你不就是个废物吗 林峰 林峰竟然是大侠龙帅 父亲 道爷 龙帅大人 好久不见 是啊 数年不见 皇帝陛下看了我 好像不怎么开心啊 明智公安 我就有话直说了 陛下 这些年 为大厦做了不少事 不错 可是有些事情 我不喜欢 沈秋雪的婚约 希望你能撤掉 你在命令着 是吗 朕是天子 天子 又能如何 你 好 朕就答应你这个请求 不过 不过 你也得答应朕一个条件 你说 朕有您以后 不得以大厦龙帅自据 我大厦 再没有大厦龙帅 可以 你亲口所言 没有 自然不会吧 不过 在你心中 是皇位对我重要 还是 龙帅之为 大厦龙帅 皇位 还是做 对我而言 二人皆是 三年前 海旋时 我已做好了 辞官回家的打算 可惜 你太新奇了 蝙蝠 你休要得意 朕会让你看着 没有你龙帅的大厦 依然是那个大厦 万国来朝 无人敢不存将 陛下 老奴办事不力 还请陛下责罚 责罚你又有何用 他毕竟是 大厦战无不胜的 大厦龙帅 你我都小瞧了他 不过 他刚才已经来过了 并且 主动辞去了 大厦龙帅之位 什么 放出消息 就说 龙帅已死 朕虽然灭不了他 但是 朕可以让他再无其 生之计 是 龙帅 皇宫传来了 您生死的消息 皇帝还是太着急了 那我们需不需要动手 不必 让消息 再飞一会儿 皇帝以为 传出我的死讯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他没有去过边疆 他不知道那些 异族眼中 龙帅是何等重要 可是大厦 要是出现动乱 怎么办 无妨 那我一定会出手 神家主 怎会如此态度 之前 我是没认出你们 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 那我要告诉你 我已经不是大厦龙帅了 什么 老爷 大师不好了 宫里面传出消息 说龙帅死了 沈家主可有话要说 只要公子不弃 老父我愿将沈家献上 移住公子 老爷 您真是何意 闭嘴 没想到 沈家主元华处事 这么多年 竟有如此时刻 那我就向你保证 定保你沈家 百年辉煌 妥协公子 老爷 他只是个泥腿子 你可不要听信 他的大话 问政 从今以后 你不再是沈家管事 滚 公子 你别请 这几日 多了好多藩帮之人 是的 自从龙帅身亡的消息传开后 那些义族 好像就蠢蠢欲动了 听说过些时日 还会有一族使者到来 邀请教我搭下问题 多数只求 放心吧 这些义族 不过是土鸡王 哼 若不是你大侠有龙帅存在 你大侠 早已被我等他骗 先如今 龙帅已死 你有何自够 是我都只不及挖狗 你是何人 我是你最尊贵的何人 该死 这一个个的猪猴 都派人来这的皇宫 真以为这是好欺负的吗 来人 来人 宣执 这要在三日之后 在皇都设宴 宴请使者 真旨 是 真的 皇帝 你不应该宣布龙帅死亡信息的 你也在维护联方 好 非议 我只是实话实说 还是那几方 林峰可也不在 龙帅不能死 龙帅可是大侠唯一的一把剑 龙帅只要在 义族就不敢轻举妄动 这也能做到 这也能做到 滚 沈家主 这可是陛下设下的宴会的请柬 我也是费了千辛万苦才拿到的 寻常人呀 看一眼都不可能 王公子 您用心了 只是 这以文昭叙 乃是临风活胜 所以 还请王公子以后 不要再来了 什么意思 本公子乃是荆轲状 意思很简单 就是你不配 吴丽风 你说我不配 这请柬你能拿得到吗 这请柬上的几个字 你认识吗 高兴 这请柬啊 我有的是 王公子 不要再说了 请回吧 这 这你们是怎么来的 请回吧 凌公子 实在不好意思 没想到 王公子是个狗屁高养 不是 凌风 你怎么会有这请柬 鱼娘给的 鱼娘 你不是说 他是唐门弟子 精通医术吗 嗯 他确实是唐门弟子 不过 身份可不止这一个 那我们要去吗 上次我们出行 遇到的那名使者 真的是陛下 设宴款待的那位 要是我们过去 怕是他会发难吧 这有何惧啊 上次那人 内力深厚 绝非寻找 使者这么简单 看来这次宴会 还是得去 我们去吧 嗯 龙帅 果然不出您所料 您身死的消息 传出去之后 那些诸侯 纷纷动兵 准备犯我大侠边境 现在如何 大侠龙尾已经出动 准备避弃功于一一 好 皇宫又如何 已经查清楚 全部消息 那些摸紧皇城之中的探子 大部分已经被清楚 只是有些人 他们背叛了大侠 既然背叛 杀了 是 如此的 万无一失了 无需查看 这份清俭是假的 假的 小子 你竟敢伪造清俭 你犯下欺君之罪 招住 你身为护卫 清俭连看都不看一眼 听信一面之词就说是假的 你护卫职责何在 你也别训斥我 凌峰 我都查过了 礼部压根没人给沈家发请擠 但你手中又有 就一种可能 你手中的请擠是伪造的 小子 你现在还有何话要说 他的请擠是我给的 凌峰的请擠 是本宫给的 怎么 你还不听本宫的话 小人不敢 拜见长公主 玉娘 你竟然是长公主 身为状元 毫无理解 若有下次 我就禀告圣上 去了你的独树人身份 我 既然敢来 会让你好好出丑 陛下到 吴皇万岁 吴皇万岁 走吧 宴会开始 大侠皇帝 我提问大侠文化 博大精神 渊源流长 我这里有几岛题目 还请叫大侠皇帝 为我等解答 无理之徒 你应该叫陛下 您是何物 我乃陛下 钦点的 荆轲状元 状元 我听说 大侠的状元 都是一些庸才 你若回答不上 我的问题 你就可以揍了 可笑 没错 王状元 不但精通 各种诗词 各种策略 也是得心应手 若是修行一番武艺 便与龙帅大人相较 也不成多让啊 各位谬赞了 苏将 使者 你还有什么问题 难说无法 尊敬的大侠皇帝 我的第一道题目是堆联 商联是 二元端木 深山中 小猴子 也敢追击 你好大的胆子呀 竟然敢骂我 等是狐尊之辈 大侠皇帝 我只是提出了我的问题 你们大侠的庄园 就迫不及待地挑出来 难道 你们大侠 连一点气量都没有吗 王爷 会 哪位君才有想法 大侠也不过如此嘛 如此一举 简单的堆子 仅无一人堆上 吃了龙帅 你们所有人 都是突击挖狗 放肆 大侠皇帝 不斩使者 这是你们大侠定的规矩 王爷 你是状元 你来队一个 陛下 我猜出学浅 暂时没有想好 废物 陛下 我虽然没有想好 但有一人能答出来 谁 林峰 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过 这幅队子 压根无人能对出 看你怎么死 陛下 朕让草民对下连 害死的林峰 不行 武帅已死 朕绝对不能让林峰 活着的消息泄露出去 否则 功亏一归 你是那日辱满我之人 使者记性真好 大侠皇帝 不如就让此人 对出我的下连 使者 林峰此人目骨石钉 如何与你对对 陛下此言差异 林峰曾说微臣也不过如此 想来他有他的真材实语 不如听听林峰的意见 既然大家都这么推崇 林峰 你就不要推辞了 要不然人家还有 我们大侠没有能人 好 小子 要是对不出来 今天就要给我道歉 怕你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给我听好了 我的下连是 一马献足乌尼内 老畜生 怎能 出题 你 你竟然骂我是畜生 这对子对得好啊 使者大人挑衅在先 怎么骂句畜生反而不高兴 好好 你们大侠 锅针还有弄人 那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对到什么时候 青色琵琶 八大王 汪汪在上 赤妹王两四小鬼 鬼鬼犯鞭 使者 这连如何 你 你怎么对得那么快 我真是想了数天数夜 都未曾相助下恋 我大侠文化 是尔等蛮夷 好 说得好 这些异族 屡屡屡侵犯我大侠边境 若非是龙帅大人 我大侠 可能早已生灵图炭 如今龙帅大人 早已深渊 异族蠢欲动 当时 好 说得极好 哼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糟了 我只还有一连 这一连是 三国日月星 子铃 虽短 但是 却是最难 四师封雅宋 该死 林峰怎么能对出这样的对策 不对 陛下 这林峰 对的对策有问题 三光对应日月星 这乃是三种星辰 但这四师 却只有风雅 纵三种 他的树木有问题 不错 大侠 大侠皇帝 这一连 你们算对不上赖了吧 汪雨 亏你还是状元 竟然如此 四师乃是 大雅 小雅 国风 宋斯 补称为风雅宋 请大家 言之由 这一连 算你们过了 可接下来 必须的 可不许对练了 使者 你还有什么问题 难说我 陛下 微臣不善作对 让林峰 钻了空子 但接下来的问题 微臣定能 心速回答 好 哈哈哈哈 使者 接下来 就由我大夏的状态 来回答你的问题 还有一针啊 可以 这是 我祖珍宝 换作 旧巧玲珑球 它有两个销口 一出 一辱 但里面有 无数条空道 要如何才能用 洗线穿过 黄云 可有想法 陛下 我 我等 可 可以 打下皇帝 若是你的人 都想不出来 我可以 多给他们 一些时间 毕竟你们 大夏之人 天使 闭嘴 若再口出狂言 休怪我 拔了你的舌头 李公公 退下 是 林峰 你可有对策 长公主 你再给微臣 一点时间 微臣肯定能想出来 闭嘴 大夏的脸 都被你丢尽了 长公主要我说 那我便答了 就像这样 你敢摔坏 我的包物 只要把这玉球砸碎 想要怎么穿鞋 就怎么穿 就像那 蛮夷之鬼一样 只需要大军 清扫一遍 想 就怎么 林峰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摔坏 使者的宝握 还敢质疑陛下 您已有取死之道 陛下 还请下持 灭杀此流 林峰 你过了 大夏皇帝 我要你今日 给我个说法 否则我哥国诸侯 必将联合起来 灭了你大夏 陛下 诸侯联合 我大夏万万不是对手 林峰 快给侄侄道歉 道歉 完了 都给我住口 不知道陛下的意思是怎样 林峰 你毁坏使者火 最大恶极 来人 将他押入天牢 明日问产 问产 陛下 要偏袒一族 林峰 你这个废物 居然敢质疑陛下 达下皇帝 你们达下之人 都是这般无礼吗 林峰 你对对贼有功 但是你却毁掉了使者的宝物 功过乡里 这一次 朕设你死罪 再有下刺 扰 林峰 你放肆 放肆 使者 有什么问题 不妨一并说出来 尔等蛮夷之人 不通教话 以为学了点我大下文章 就以为博学多才了 你竟敢如此辱骂我 辱骂你 尔等蛮夷之国 当初被踏破国门之时 你们俯首称臣 不是笑得很开心吗 怎么 现在有胆来我大下了 你小子 就要称狂 显如今 龙帅已死 不过 再无敌手 放肆 龙帅虽死 但我大下将士无数 开将措图 七十二等满一小国 所能媲美的 哈哈哈哈 就你们这些庸才 也配于我等危体 大下皇帝 我不妨告诉你 我诸侯各国 一起进了百万兄弟 无日 攻入你们大下 到时候 你们可都是我的鸡下丘 荒唐 来人 快给我拿下他 就凭你们 你想抓住我 公公 还不快下 林峰 出手 使者远道而来 何必着急走呢 林峰 你还装什么 要是放走这个使者 就罪大恶极 满门朝斩 国造 小子 我看你温才不错 不如随我回去 我兵搞皇上 让你当个驸马 耳等一族 嘿 小子 你激怒我了 我要将你随时弯断 不可能 我是大宗师 你选能轻松伸过我 你究竟是谁 我 我 我是 宗人 这么可能 普天之下 唯有这失礼 就是大下龙帅 你肯定就是大下龙帅 龙帅 我不是 林峰 这个废物 这个废物 他怎么可能是大下龙帅 不会的 两将军 都应忍者牵手 食于大力金刚王 他们都是大宗师的巅俘 与我不分上下 他们只拜过一人 那一人 便是大下的 便是大下龙帅 林飞扬 胡说八道 大下皇帝 我没有胡说 我明白了 这是你们下的句 你们故意说 大下龙帅已死 想拥有我的动手 好监督的鸡膜啊 不错 林峰就是我大下龙帅 怎么可能 林峰他怎么可能是大下龙帅 你知道 你就是大下龙帅 我说得心服口服 林峰 林飞扬 大风起心人飞扬 林峰就是林飞扬 就是大下龙帅 你早该想到的 龙帅大人 你要是干杀我 都要让你配子 林峰 放人 我若是不放他 龙帅 你是要造反吗 林峰 你若敢杀使者 大下之内 四海之地 皆有你立身之地 林峰 你先别冲动 冰儿和秋雪还在这 若是动手 他们二人难免会去到威胁 罢了 先饶他一条狗 快滚 多谢龙帅大人 招命 今日宴会 就此结束 林峰 你居然是大下龙帅 不像吗 你居然瞒了我们这么久 我可没有隐瞒 说了你们也不信 你还说 看来我来的真不是时候 你来干什么 展公主 我觉得 你这身衣服不适合你 他在束缚着 龙帅果真是真知灼见 不仅仅是我 束缚最深的 还是毕姓 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林峰 接近 斩龙剑 没错 就是太祖皇帝的斩龙剑 上斩昏君 下斩逆臣 陛下 如果再一意孤行 就请龙帅出门 若出手 用不着这剑 可天子 毕竟是天子 而龙帅 终究是臣子 臣子是君 一臭万年 看来长公主 还是不了解我 天下 不是天子的天下 也不是我的天下 天下 是天下人的天下 天子 他的事情 当由天下人来平安 所以你怎么说 把剑收合 林峰 是不是要出大事了 那倒也不是 只不过 再这样下去 百姓可就遭殃了 你去见林峰了 是 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让他饶你一命 荒唐 朕是天子 是九五至尊 谁敢说饶朕一命 你现在只是个疯子 我没疯 我比任何时候 都要清醒 大夏龙帅 一日不除 朕认九五至尊之位 便一日不安 朕是不可理喻 陛下 使者在门外等候 让他进来 使者觐见 大夏皇帝 你果真要与我合作 怎么 你不愿意 愿意 当然愿意 不过 要如何做 世人都有弱点 而林峰的弱点 便是沈秋雪和秦冰 只要这二人掌握在手 那林峰 就是代载的羔羊 李公公 这件事 就交给你去吧 老奴一定办得妥当 李公公 真要如此 那可是我的亲生女儿啊 像你这样的人 还在乎亲戚 李公公 真是说笑了 再说 林峰 他乃卢帅 身份尊贵 怎会 看得上我的女儿 其他事 你不用操心 办好 你自己的事就行 事成之功 陛下 这种不少 多谢公公 龙帅大人 我再敬您一杯 行了 再喝就醉了 那既然这样 老夫就先看围景 大人 一切都已经布置完毕 秋雪和冰儿没事吧 秦姑娘和沈大家 都已经被救下 都在安全的地方 不会有事 那就好 这沈千万该如何处置 他竟然算计大人 真是不自料意 留他一命 等秋雪回来 是 果然不出您所料 那些诸侯并未撤平 反而不断增平 想要一举 踏入大厦边境 那龙卫呢 龙卫已经寄进 随时可以灭了他 那就灭了 是 皇帝那边 陛下那边 难以猜测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三年前龙帅失忆之时 乃是陛下所为 不出我所料 公主 公主被囚禁了 皇上还真守不清 我派人去救他 不必了 还是我亲自去吧 去皇后这所同位 此次异族动乱 不能惊扰老百姓 大厦和平 来之不易 你不该来的 这是陛下的阴谋 他把我当成了诱饵 你这诱饵 滋味还挺不错 你倒是有心情开玩笑 皇帝给我吞服了丹药 可以散去全身功力 因为水乳胶如人 你这子蓝 没了活力 我不信 你不信也得信 丹药 你大可试试 现在还有没有功力 朕告诉你 你现在就是一个真正的废物 你说完了没有 说完了赶快滚 有威 看来 你是真喜欢上这小子 那又如何 也比你强 算计自己亲妹妹 你彻底的疯了 真疯 朕从未感觉到如此美妙 过 林峰 作为一个废物 不好受吧 终究 还是高看了你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也只会这种 下三滥的手段 不对 还会怕墙根 哈哈哈哈 手段卑鄙又如何 能奏效就行 放心吧 你是个大下龙帅 朕不会让你那么轻易地去死 朕要让你眼睁睁地看 朕治理的大下 比你强一百倍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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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这幼稀 还真棒 谁让你一直憋着的 我们明明 有更好的办法呢 朕治愿 不喜欢强迫别人 什么强迫 我的药匠 已经快下去了 其实我没了 那你 还真急死啊 你胡说什么 不行 现在不是时候 又想使其灭亡 你先让其疯狂 倒要看看 皇上 他还能做出什么行为 脸峰 你就饶了他吧 放心 你 好舒服 陛下 方才林峰从长公主请宫出来 是否派人盯着 不必了 他想去哪儿就让他去哪儿 反正他现在已经是费物 没有资格与朕族对手 陛下 那位使者呢 非我族类 齐心比异 真以为朕不知道他心里在想的什么 真是好笑 不过 此等一把 确实是一把好刀 朕 还能 虚勇 吞亡 陛下 圣明 林峰 你终于回来了 放心 这天下 可无人是我的对手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你就算是大下龙帅 这上面还有陛下呢 很明显 陛下要对你动手了 皇上又如何 看我心血的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纱 冲天巷镇透长安 满城近带黄金甲 你还真是有闲情 秋学姐姐说得对 要不我们还是逃吧 逃 我们往哪儿逃 是皇帝做得不对 他又不愿改 那我只能 给大下换一个皇帝了 你真的决定了 不是决定 是必须如此 龙帅 一切都不知妥当 好 可若是陛下 真的 我知道你的担忧 不是还有掌公主 掌公主 当年我答应先帝 护大下江山 皇帝不行 那就让掌公主做 毕竟掌公主也是皇室人 我没有违反规定 谢 大下皇帝 你明明废了他修为 为什么要放纵他 怎么了 你在教朕做事 大下皇帝 要是放陆帅回去 那便是宗湖归山 朕怎么做 朕心里有数 不过 使者的诚意 朕倒是一点都没有看 我这里有各国的地图 地图在手 大下军队 救了长渠之辱 好 希望你真的能解决掉 大下龙帅 你们二人 都真想要我死 你明明我过 无数将士 世故成山 罪大恶极 他们是死有余辜罢 那小皇帝 还不动手 李公公 龙扇得罪 你们骗我 看来陛下 还是有些手段 李公公 隐藏自己的修为 连我都未曾发现 龙帅谬子 你我二人之争 乃是我大下之事 岂容一个外邦插手 不过 我要是不藏一点手段 怎么能赢得得大帅 也对 李公公 动手吧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 看来 还是要做我这一场 龙帅 请 好 李公公 我倒要看看 你有何高脑 预料之内啊 想要算计龙帅 还真是困难 不过 也到此为止了 毕竟 双拳难敌 四少啊 吉利 吉利可汗 大下龙帅 当年你帅大下龙尉 你两千龙尉 灭我三万血浪 可曾想到有过今日 应该要死在自己人手中 陛下还连头外人 外人 不不不 吉利可汗 已经归顺于这 现在 是自己人 陛下说他是自己人 可知 一族兵马 已踏入我大下疆土 知道 那你还这样做 必须这么做 有大下龙尉的龙帅 和没有大下龙尉的龙帅 是两个人 一个 是战无不胜的军神 而另一个 不过是 内功高强一点的普通人吧 这就是你的算计 趁 用大下江山 只求一圣 你果然疯了 师父 你怕了 怕了 当年我率领龙位 踏凭你雪国王庭之时 都未曾怕过 更何况现在 只是有一事不已 陛下 许了吉利什么条件 许了什么条件 与你何干 与我何干 大下祖训 身为大下君主 各地求和者 当诛 你要出阵 可笑 你觉得我不敢 龙帅 斩龙剑已带来 一把破斩龙剑 就想斩了阵吗 大下王帝 你并破剑有什么奥法的 临时动手吧 不错 远龙剑又能入 来人 动手 你们 他们都是你的人 龙帅 龙卫已尽数入住皇城 好 这是 大下龙位 什么时候做的 你要对我动手 我当然要防备一额 陛下 收拾吧 收拾 也不可能 别人 给我 扸 这 给安 收拾 看看 辈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